我们看到了陈廷飞闯过了两关闯进了中常会来 他拿2019的赖清德去高级酸现在的赖总统 赖清德会听进去 而赖清德会让他讲的说 我不会没收初选吗 死是比人强啊 这跟听不听进去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 大家都知道说赖清德总统 他一定希望说台北能够用他自己的人 吴思咬嘛 台中可能就再给蔡奇尚一次机会吧 我也不知道 台南当然就离聚县嘛 那高雄就陈其迈自己去处理嘛 他要给黄姐反正高雄怎么选怎么上嘛 那理论上是这样子嘛 那请问一下各位现在有这么好吃睡吗 没办法呢 台北市如果是说 王世坚说我有意见我要初选 那完蛋了 王世坚不用说我自己要选啊 说我们来做出选民调就好了 那请问一下王世坚会输不输要吗 我觉得不会耶 王世坚应该铁定会赢哦 就是因为他我们讲的他蓝绿基本上通吃的哦 甚至民众党搞不好也有他的粉丝哦 很难讲哦 一败一败哦 那台南就有意思啦 你陈廷飞今天在台南的实力随便做民调都四成以上耶 那林俊仙他们现在外界做出来说普遍跟陈廷飞差距其实非常大耶 那你要怎么赢 你如果做初选的话基本上陈廷飞就拿走了啊 那王定宇也在跳出来说我也要来跟你喇个轢 对不对 那我们讲的新北市也是一样啊 新北市原本赖金的主意可能是谁 林又昌嘛 那个秘书长嘛 到时候反正再死了嘛 党子不是一个问题嘛 那现在就张宏路也跟你举手 我有主席我反对 我觉得应该要公平公正初选 哎 苏乔会跟林又昌拼下 林又昌根本没经营耶 很久了 林又昔困已经很久了耶 那最后哪一个局会如同赖金的所愿 或者我各位 我反问一个问题好了啦 赖金的哪一个县市现在人选已经底定了 六都都没底定啊 那陈青麦那高雄那他家的事又不关你的事 他又磨不着 所以一个主席当他这样不尴尬吗 你还是现任总统耶 现在民进党内部的市长人选问题 比柯文哲要选哪一个地方还更搞不定 还更不确定 因为我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说小丽远 我有点不服气 俊阳哥我大概一两个月前 很早 你还有没有印象 我那时候就在我们报新闻讲过 我说柯文哲那时候大家讨论他的声量危机 说这叫我挂了 没声量了 我建议他什么 我说建议他什么 你不叫他下枪吗 我说你要去选台中 我说你要找一个选举选 不然你2026就挂了 你还要2028 对 我很早就叫他去选台中 结果我讲各位 他有听进去的 他有考虑你看看 不是 柯文哲现在 现在不是要讨论选什么市长的问题 是 他现在是四个数字号码的问题 看你是要3690 5780还是什么 你是有可能被押进去当市长的问题吗 私人访哦 跟郑文哲这在你柯文哲最大问题吗 是 一讲白了你看他这个都已经撒狗血 撒了人屁股说 没有我跟你讲 太难哦 高选我考虑一下 战略考量 去你们当炮威啦 没有啦 那周也没什么人讨论 我本来把他摆在右下角 各位 最边边的 先讨论完陈寗没错 好啦 柯文哲够 现在已经惨到这种题目了 好好好 拜托一下 根本没有人觉得你连市长可能都不会选上 民进党学大会上个周末登场 结果我们看到了党内派系大洗牌 在会前 赖总统赖主席还高喊合作要团结 结果中常委席次一开出来 民众欧一遍 为什么 挺赖席次只剩六席维持脆弱领先 赖总统在党内还能一言九鼎吗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两个女人的名字 恐怕是她最最最不想听到的 是陈廷飞 是郑文燦的人马 吕林小凤 他们怎么打乱了赖清德的布局 好 今天要给大家抱歉的观众朋友 因为民进党的权大会昨天权力核心改组 我先跟观众朋友报告 这个权力核心实习的中常委 将两年的任期 所以两年以后 现在是2024年7月对不对 到2026年 那一年是干什么 要选县市长 对 所以2026年的提名的规则 到底要征召还是初选 还是另有办法 就是这个权力核心 所以就是中文重要 那既然重要 在上礼拜我们的报新闻 都已经跟大家 这个非常简单的扼要的跟大家说 林俊宪王定宇肯定当中常委 所以陈廷飞也要当 那因为他也要当 却被郑国会劝退的情况之下 我都干脆即使被郑国会开除 我都要去选到底 对不对 结果呢 来 观众朋友 看一下陈廷飞的表情 好不好 全都散起来了 很振奋 跳到三号有够散 我笑得抖不住 挡不住的陈廷飞 来 观众朋友 导播放这个画面 一抽出你看 哈哈 不是四号 散啊 因为他投赵三号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他当选了中常委 因为有四个中常委 居然是两票 谁的整脸变倒灰 导播没有带画面 那个人叫做赖清德主席 因为我新潮流呢 新潮流每一次都三席 结果观众朋友 就这么的破天荒 这次的全场会 只有两席 来 观众朋友 因为你很难了解 什么新系书记 新潮绿色有连 对不对 那我们报新闻 这我做的图 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看好不好 来 我先问教授哥一件事 好 你知道赖清德喜欢什么颜色吗 不知道 他喜欢紫色 紫色 他的总统辩论会 520就职典礼 他都带紫色 所以我们就用紫色代表赖清德 清赖 OK 好 新潮流正有绿火水 好记 绿色的火水涌出来 正在涌出来 什么意思 来 先讲新潮流 新潮流就是两席 因为林俊宪跟邱志伟 他们最后 各有三票的中职位 观众朋友 因为民进党的全代会 要选30个中职位 39个人参选 9个人被刷掉 卓冠廷意外被刷掉 所以他连投第二轮 这个都没有 所以郑国就肯定 不可能有两席 因为这会本来只有五席 刷掉卓冠廷 更没有了 但是现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30期的中职位 只要一个人有三票 就会当中常委 新潮流 没有问题 2026我就话语权了 那你应该9票开出来 就已经有三期了 为什么韦汉这边 只有写两期 因为林一锦 林一锦只有两票的中职位 因为他其中的一票 来 先倒过来给大家看 因为其中一票出问题了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这30个人 在第一轮选完了中职位以后 第二轮投票 三期的中职位 选一个中常委 所以只要三票就可以 结果来 观众朋友注意看 这张选票 1号到30号 大家互选对不对 这一票叫林一锦 有没有 很清楚在这里 他上面有没有盖了一个 就是投票的一个 一个戳记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这个有照配票 给他盖进去了 所以简单讲 这是林一锦那一票 结果呢 林一锦那一票居然 在屡林小凤这个地方 又有齿文按捺 你已经盖票了 也不是说不小心突到 之前在立法院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我讲话 我要自己负责 身为一个政策记者 我只能告诉你 这张票 我的看法是 投给林一锦 故意盖在里林小凤 就这么简单 所以故意让他变废票 所以他变成废票以后 林一锦就只有两票 中职位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在第一轮 就直接当中常委了 所以那就第二轮开始抽啊 那抽的话 有四个人要抽 来 观众朋友 在开始 四个人要抽 一个呢 叫做苏志芬 因为他只有两票 一个叫陈廷飞 一个叫洪生汉 另外一个就林一锦 结果呢 四个人上去抽 他用号码抽了 一二三四 抽到四号的人就拜拜 结果呢 林一锦来 老婆现在给画面 有没有 林一锦一抽 他第二个抽 他一抽出来 我出事了 我抽到四号了 所以林一锦被刷掉 所以新潮流 来观众朋友回到这里 他只有两席 这个事情基本上 党主席 赖清德 我新潮流的几率非常分明 我军阶言明 居然只能投出 两个中常委 但也因为这样 那洪生又要抽到 所以呢 郑国会也是属于青睐系 永延会王定宇 青睐系 绿色友谊连线 就是之前何志伟那个 钟佩玲是他大嫂 何立伟 他的哥哥的太太 那他也代表绿色友谊连线 跟民主活水 俊阳哥 我再问一次 观众朋友 你有听过新苏联吗 新苏联有 那什么意思 新苏联就是 新潮流加苏细 加绿色友谊连线的连 那是之前的配搭 可是现在呢 就叫做 新潮流跟郑永绿活水 这样的组合 六票 那另外四票呢 另外四票就是 没有完全听律于赖清德的 两席的英系 就是王世坚跟苏志芬 苏志芬抽到嘛 两票 苏贞昌的苏系 之前都是苏巧慧 这次换帐后路 大弟子嘛 没有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意外抽到的陈廷飞 所以到这样过来 观众朋友 这时期都清楚了 那以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赖清德无法让新潮流 原本的三级开出来 这代表新潮流 他的内部控管 已经出了问题 吕林晓凤跑票 那为什么 我只跟大家讲 吕林晓凤在投票之前 大家就关注他 他是桃源的市议员 他是跟郑文燦 非常交好的市议员 所以他也是郑文燦 能够影响一票 是不是吕林晓凤 故意把这个票投成废票 以抗议郑文燦被收押 后续我们可以再看 好 不几点腰气 但是我们提到了 有两个女士的名字 是赖总统赖主席 最不想听到的 一个就是修红 第二个就是陈廷飞 2026的陈廷飞 他问鼎台南市长宝座 他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 为什么这次 他可以杀出重归 郑国会都让你退出运作 他居然杀进了中常委了 这个事情可以说是 大叠赖清德主席的意料之外 为什么这样讲 两件事情就是 挡不住的陈廷飞 观众朋友 因为跟大家讲的 陈廷飞是赖清德主席 他不想让他 能够好好的 顺利当选中常委 所以就会连 他的派系都给砍了 逐出称国会对不对 但问题是 第一个就是什么 你们有什么恩怨情仇 来观众朋友 我们把他爬出一下 时间拉长 2018年 六年前 当时黄伟哲要选 台南市长的时候 你知道原本陈廷飞也要选吗 对 也因为他原来要选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他常常会讲说 喂呀啦 我在台南六个选区 都有后援会 我早就已经启动了 对不对 那当时他要选 为什么他后来 没有代表民进党选 赖清德 他是原本的台南市长 他全力支持黄伟哲嘛 为了不让陈廷飞 能够在2018 当上了台南市长的候选人 他就支持黄伟哲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陈廷飞 以及陈廷飞交好的 之前的台南市委的议长 欧米倫 郭信良 基本上多有汉格 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当时赖清德 还是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有一纸公文 他不是说全面进烧 他说要减量 我们台北也一样 行天工现在目前 不能烧进责 对不对 那你知道台南叫做万神之都 有一千多个庙宇 所以大家都要烧金 要烧乡 结果那一纸公文 让地方的这些公庙所有 都很不满 以为以后要完全进烧 郭信良就跑出来讲 老板的庭委做市长的时候 这大鸡都改变了 结果那些人就很生气 起了 陈廷飞他这次虽然不想要他当选 就是中常委 可是他也不可能介入 没想到陈廷飞 居然在这次中指挥 选票当中的时候 他的票数是最高的 第一高票 第二个 他的签运是最好的 他抽到了以后 他还上了中常 所以这样的中央之下 就要打不住陈廷飞 第三回都要讲未来市的 刚刚讲的是过去 那未来2026年 包含现在陈廷飞是中常委 对不对 林俊仙也是中常委 这是赖金城支持的 王定宇也是 还有王定宇也是 所以三个都是中常委 就变成这样 选台南市长的 都是中常委都在这里了 过去在2019年的时候 观众朋友 这个必须要时政跟大家说 陈廷飞一直会讲这句话 请问2019年 蔡英文总统要连任第二次的时候 谁挑战了他 赖清德 谁挑战了他 赖清德 为什么有初选 他是现任总统还能初选 所以凭什么我们不能初选 所以陈廷飞一直很坚持说 我在台南2026 大家不用怕 一定会初选 可是他是他这样讲 到时候中常会跟主席 讲说我们还是政召好了 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陈廷飞 他要排除万难 披荆斩棘 一定要当选一席中常委 因为他很怕2026 没有初选 好 这一次民进党全代会出来了 雨薛你怎么看 这一次的中常委选出来的结果 他如何牵动 2026 菲赖系统里面有谁出现 第一个陈廷飞 再第二个叫谁 张宏璐 张宏璐代表是谁 苏细 我们再加上一个最重要的是谁 台北市 王世坚 对不对 你把这三个凑在一起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奇怪 菲赖怎么每个人都跟 所谓的市场选举有关系 你想想看一个场面就好了 王世坚每天坐在中常会里面 跟这个赖清德大眼邓小偉点 跟他匹配狗 他讲了嘛 我不会当合音天使 他说他不会当合音天使 不合音 那菁香哥反变叫什么 噪音 唱反调 是 他每天给你唱反调嘛 我都不跟你 谁要跟你合音 你赖心者唱 抖我就跟你唱 你唱咪 我就跟你唱发 每天跟你在那边闹嘛 是 那我请问一下 他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 台北市 应该要进行初选 那就撕裂啦 那就完蛋了 而且各位 你不要以为常会哦 会什么 要走到表决 我讲走到表决很难看 走到表决代表什么 疼破啊 你才会表决 所以是共事决嘛 那有王世坚在 基本上不会有共事嘛 因为赖清德 我就直接讲答案啦 台南市长他想给林军县嘛 台北市长想给吴思耀嘛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 那请问一下 有陈廷飞在 有王世坚在 那还有办法吗 不要忘了 秘书长叫谁 林又昌 新北市应该原本是他的哦 你不要以为是苏巧慧 我不要讲几百次了 我就说苏巧慧没有稳拿的啦 赖清德不会给他的嘛 所以好 那这三喜全部在里面 那请问一下 三个都要初选 那赖清德怎么搞 最后我补充一下 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 也不是什么巧合啦 俊阳哥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旅行小凤那个指印 又大 又圆 又红 蜜 又蜜 又霸的 你知道那怎么弄出来了吗 你手要去沾印你的 然后这样 响金棒很大力 一字两字三字 才会盖成那样 少来这一套了 不是意外嘛 大家的意思是说 我正系 我没有要 燦系没有要挺你啦 我旅行小凤就是 给你拍一看嘛 本来苏智芬跟陈廷飞 两个都属于什么 非赖正线 本来是一个红圣汉 苏智芬陈廷飞 然后这样怎么算 红圣汉都稳赢啊 这就变二分之一几率 所以陈廷飞敢赌嘛 赌的时候就赢了 那我再跟我讲 你不要以为只有旅行小凤 这个怪事而已啦 这个根本不是巧合 卓冠廷原本是第几名 卓冠廷原本是 中指委第三四名 所以他本来温达达的 温达达就变了 就是说我跟你说啦 617票 民进党那个东西 不会出乱子的啦 每一票都票票等值 票票都很有价值的 金权政治你没有听过 我不好意思讲太白啦 一票都很重要啦 怎么会说刚好有一票跑掉 跑掉之后 郑国会是不是少一期中指委 少一期中指委之后 是不是中常委最后只剩一期 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我跟你说 在这个潜艇共同状况下 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赖清德是在全代会上 侃侃而谈 他是老大 那蔡英文说我不跟你争 我坐在家里玩猫 结果坐在家里玩猫的 包括王定宇在 你以为王定宇是什么 王定宇是赖系喔 我看到这种说法 我都不以为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王定宇背后是陈其迈耶 陈其迈会是赖系 陈其迈还去支援英系的人耶 他会是赖系 不要乱讲了好不好 王定宇也好 他叫做骑墙派 包括郑国会那个陈茂松 你知道陈茂松讲过什么话吗 俊阳哥你还记不记得 他整个胖的喔 不是啦 英台啊 不要吃胸 对吗 为人家聋 所以你觉得他真的是铁人吗 我的意思说 这种局面对赖清德来讲 是再也难堪不过的局面 而且可以预计到是 到2026之前 绝对都会 叮叮叮叮叮吵闹闹的嘛 但这种结果至于我们现在最伟大的总统 怎么可能是好的结局呢 所以我说赖清德看到这种下场 绝对会气到拍桌嘛 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中常委的选举委员 两个女人会让赖总统赖主席 摔破一地眼镜 一个是陈廷飞 一个是小凤 那讲小凤 他怎么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这个到底是错误还是刻意为之 外界传言纷纷 我们知道保持中立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因为突然之间中职委 一位叫小凤的 他是属于新潮流系 但是属于北流 属于郑文燦系统的 那郑文燦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中职委 他在盖票的时候 竟然是盖给自己 那你说这是错误 我是觉得很难解释 照道理 他根据新潮流的指令 应该盖给林一锦 林一锦会三票会当选 那陈廷飞只有两票 不可能当选 结果呢 他盖给自己 让林一锦少一票 所以林一锦 这个陈廷飞 还有苏志芬 好几个人都同样两票 一起要抽签 哪知道新潮流林一锦 运气不太好 没有抽到 其他人都抽到了 因为四个 要抽三个吧 你错杀了赖总统 迪系的林一锦 林一锦是赖总统的 迪系人马 那现在就比较外面 传言风声说 这是郑文燦的逆势反扑 因为小凤是郑文燦的人马 所以是在报一件之丑 那也使得这个赖清德 脸上无光 也使新潮流系 整个都扫一席 也使赖清德 在中常会里面 不在一言九鼎 而且赖清德最讨厌的陈廷飞 竟然抽签也抽到了 所以陈廷飞要挑战台南市长 他就不担心 在中常会决议底下 说有赖清德怎么样 专权来提名 因为以前是不办初选 你过去台南高雄 蔡英文都没有办初选 直接由党主席的权位来提名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赖清德最熟悉的台南市长 是他的子弟兵林俊宪 但如果林俊宪委员 这个在初选的时候 很可能会输给陈廷飞 所以台南市长 市长这个宝座 可能就落到陈廷飞手上去 那如果谢龙介 很强势的在参选的话 那就有可能 他们派系分类 就让谢龙介捡到了 那对于赖清德来讲 就会雪上加霜 所以赖清德现在心里面 一定非常的不痛快 不只是不痛快陈廷飞 也不痛快郑文燦系统 也不痛快这位小碰 好 蒋明我们看到了 赖总统赖主席这一次 千算万算没算准 两位女士的奇袭 你怎么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来讲讲我的故乡 吕林小凤议员 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 因为他是属于很在地的 但是他必须要提他 要讲另外一个人 我们讲不只是郑文燦被收押 这位他的婆婆 叫做吕秋叶 吕林小凤从政是因为他的婆婆 他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桃园县党部主委 很资深的议员 这是去年的新闻 什么原因啊 去年他因为一个 我告诉你 民国85年那个时候的贪污案件 残送将近30年 去年定业 入狱服刑 我跟你讲他婆婆几岁了 去年85岁 现在86岁了 你要去想 如果他今天在民进党奉献了一辈子 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 结果我的婆婆 一个案子打了二十几年官司 居然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判刑定业 被民进党政府关进去了 对 所以他那种窃心 所以不只是郑文燦 屡林小峰我告诉大家 今天很多的这个 尤其新潮流 不知名的干部 出来讲说 哎呀 两年前 他也曾经投错票 所以这次大家都觉得 他会投错 拜托不要把他当笨蛋好不好 如果 屡林小峰这是第三届 第三届当选中职委了 第三次去投票 还会投错 他是什么 笨蛋吗 白痴吗 而且呢 他居然还用 大拇指盖在他的名字上面 这种做法 我跟你讲 这个所有 有眼睛的都知道 挑衅意味很明显 我告诉你 如果你因为他 不小心是盖掉这个 我干嘛还去盖林怡景 我配给林怡景的票 我告诉你 配给林怡景就只有三个人 另外两票没事 只有一张盖在 手印盖在屡林小峰上 那就是你 他本来已经配合配票了 但是最后他觉得让这张票变废票 没错 那这个才是关键 林怡景本来是稳拿三票 稳上的 搞到去抽签落选 听说 府院高层 昨天晚上都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有高层 礼拜六拳代会前一天 到桃园去固盘 因为本来灿系 因为郑文灿收压 所以没有人去主导 那时候各派系 蠢蠢欲动都要去挖脚 有没有 哪一个派系去固盘 当然是总统的派系 我已经派人去固盘了 你还给我拇指压下去 这一张废票 没错 所以昨天整个新潮流 气氛非常低迷 但是他们决定了 定调 这一票就是误投 这件事情不要再谈了 因为难看 连搞 一票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盖错票 是 还有一票在中指委 我告诉你 郑国会有一票 是直接盖错 本来那个盖章 应该是盖正面 他盖到反面 变成废票 搞到卓冠廷落选中指委 他们本来四席中指委 搞到只剩三席 只能剩一席的中常委 所以昨天这一场 他们讲说 整个青赖系 我跟你讲 有一个音系的要求 在他脸书 直接写了四个字 他写什么 失误连连 音系在看你的赖系的好戏 所以我说 昨天这整场戏 最大的输家 就是赖青的 好 我想带我们来看到了 昨天的这一场 前天星期六这一场 全带会 那个互动好有戏 没来得更有戏 小英前总统 他说另有事情 安排他没来 他连一句祝福 大会圆满成功 都直接省掉了 所以谁对他冷 谁对他热 对于赖总统赖主席来讲 冷暖自知 军阳哥还有报警的观众朋友 讲政治这一题 基本上你要非常敏锐 而且你要在大处放小 在小处放大 那很简单 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蔡英文前主席 前总统 他从2008年 民进党从瓦砾当中 坍塌以后 他开始扛着民进党 一路这样子当党主席 选总统 这么多年以来 蔡英文第一次缺席选代会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今年民进党的党员 怎么没有看到 怎么没来 蔡前主席 蔡前总统怎么没有来呢 我另有要功 另有要事 你这么有要事 你不能来 可是呢 另外一位前总统 阿比较就来 阿比较就能来 你没时间来 大家就会产生落差说 你是真的想不来 还是真的有事不能来 故意不来吗 大家就会去讲 那蔡英文总统 有po一个脸书 前总统 里面写了八几个字 说这次全代会 我有事情 所以不能来 从头到尾 讲讲 今年的口号什么 大家发现说 那个口号跟他以前 当主席的时候不一样了 改了新的口号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口号是 郑文灿帮这个 蔡英文讲的 所以现在改新的口号 其二 他也没有讲到说 预助赖清德主席 带领民进党 没有提到赖清德三个字 这种话不是应该 很自然而然说出来的吗 那我们今天不能帮 蔡英文前总统讲话 他到底是怎么想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就客观式地 告诉大家 第一个 他没有出席 第二个 他的脸书po文说 他有事 第三个 脸书po文当中 没有提到赖清德 所以大家就会去 检释是不是有不好 那是不是有不好 不是只有靠这个 我刚刚讲这些 是在整个中常委 中纪委的选举过程当中 看起来 英系跟新系 在互别苗头 看得出来吗 那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新系一直都是三席 上一届也是三席 英系是两席 但这一次呢 英系跟新系 打平的变得2比2 那英系本来没有那么多席 你只有四席了 还能够选到两位 维翰都跟大家讲 要三席中纪委 才能够选两个中常委 英系只有四个中纪委 也一样选两个中常委 怎么办到 来观众朋友 一个是千韵 一个是挖角 那你要看 在现场当中 这个是黄伟哲的画面 他跟这个赖清德 就鞠躬 这个是黄伟哲 对 旁边还有一个是陈其迈 陈其迈在后面这里 所以陈其迈这次去 他并没有去抢赖清德的风头 但是黄伟哲来看这画面 还有旁边的其他 那个是刚刚翁张良 就鞠躬一个是翁张良 每一个这个县市长 还有这些中纪委 中常委 看起来对赖清德都非常的恭敬 但没想到这只是开场 中常委的时候 新潮流就完又过去了 因为你要知道 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眼睁在盯 赖清德的这个时代到了 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 大家有没有很支持他 那观众朋友 这个东西有一说一 我倒不认为说 偷看一下手机 就是对赖清德不屑 但是黄伟哲在看手机的状况 实际上就别人没在看 对不对 所以黄伟哲在看手机的这个照片 就被大家解决说 你是不是对赖清德有意见 赖清德在讲话的时候 你居然在看手机 这是这张照片 好观众朋友 那因为整个过程当中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英系其实持有四席的中职位 那观众朋友要三席 才有一个中常委嘛 可是英系最后来你看 来观众朋友你看这里 英系最后是不是两席 一个王世坚一个苏志芬 哪多来两票 多了两票 你怎么 你只有四席中之位 怎么可能选到两个 第一个王世坚先选上 可是苏志芬 他应该走一席的状况之下 请观众朋友注意看 郑光丰这一票 可能跳来苏志芬这边了 他就变成两票了 勇言会的这一票 勇言会也只需要三席投给王定宇 所以王定宇问得上了吗 但勇言会有四席的中方之下的时候 郑光丰如果真的投给了苏志芬 那我就问 刚刚出现的陈其迈 郑光丰是高雄市议员 他是陈其迈可以直接指挥的人 他是属于跟陈其迈交往 那陈其迈跟谁好 他跟蔡英文好 所以大家讲说 英系能够挖到郑光丰这一席 代表说他有能力挖票 那刚刚前面我们在跟大家讲 新潮流至于少算的 屡林小峰一票 所以当新潮流掉票 而英系能够多票中方之下的时候 就一来一往 彼此消长 第二阶段 虽然只有两票 苏志芬去抽的时候 跟陈其迈一样 运气好 所以又抽上了 所以这种中方之下的时候 英系他一样有两席 那你就看到了 这里新潮流是林俊仙跟邱志伟 英系也是王世杰跟苏志芬 那原本新席在中常委当中 三席最大势力的那一个 他的领先的优势就没有了 因为他跟英系 也就2比2了 所以各位朋友 大家会去看 整个过程当中 现在看起来 英系虽然不至于跟赖清德对着干 但是他们也没有到水舞交融的程度 没有来 第二个 我刚刚讲陈廷飞 对不对 这样一个来 一个场景 当陈廷飞抽起来 那个3号的时候 他就当选了 对不对 现场陈廷飞太高兴了 对不对 他要过生日 你知道在台下 跟着站起来鼓掌的人是谁吗 是王世杰跟黄成果 对不对 黄成果就英系 所以英系乐见 对赖清德 手封杀的陈廷飞 居然能闯进中常会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六席的青赖系 还有另外四席的飞赖系 两个英系 还有飞系陈廷飞 以及这个就是苏系的张鸿路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大家就会去关注的时候 那以后会怎么样呢 因为王世杰 他这个大炮型的这个 干了30年的政治务 第一次闯进中常委 他都进到了这个 这个中常会当中的时候 他以前是没有派系的 他早期是福利国 谢长廷系统的 可是现在呢 他都说我是什么 他说 我是奸系 一个人的 王世杰的奸系 但是奸系 因为跟黄成国交好的关系 黄成国之前是中常委 这一届不是了 可是由王世杰取代进来 王世杰 苏志芬 张鸿路 以及陈廷飞 这四个非赖系 在中常会当中 也形成了另外一股 跟党主席赖信德 可能意见不同 路线不同的 另外一股势力 好 宏威 所以刚刚伟汉一路讲下来 就这么关键一票 外界就解读说 赖系破防 那大家下一步要问的就是 那从今而后 赖主席 赖总统 在民进党内 还能一言九鼎吗 刚才伟汉就讲 当陈廷飞出现的时候 竟然台下 在帮他拍掌 叫好的 竟然是英系的两位 这个黄成哥跟王世杰 我觉得这就正好印证了 所谓的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所以也就是说 本来陈廷飞跟英系 其实是不搭嘎的 但是这一次 因为整个的大信赖联盟 来势汹汹 而且势在必得 也使得在属于 并不属于大信赖联盟的 他们异常地出现了一个团结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可以有几个 这个现象可以去观察的 第一个就如同刚才所说的 这个吕林小凤 因为她的所谓的投错票 废票 那个实在是 这个操作的痕迹 实在是太明显了 那个可以叫做投错票吗 这个就是堵烂票 就是我今天就故意把你投成这个样子 让你呢 就是新潮流的这个席次 不如你原来的预期可以拿到七席 所以就说我要告诉赖总统 有人照反啦 就是直接的在选票上 要给你看 难看 这个是一个这个相当的警讯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也就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即便英系呢 包含蔡英文自己本身没有出席 而且呢 大家也觉得郑文灿这一次的入狱呢 是赖清德朝着英系而来 即使如此英系的 他的整个的中常委的人数呢 是跟这个新潮流啊 其实是打得平分秋色 所以这一点就代表着说 当赖清德认为说 现在府院党定于一尊 而且呢 他觉得他已经可以召集到其他的 比如勇言会啊 民主活水啊 或者是政国会都臣服在 所谓的大信赖联盟之下 可是仍然有一些派系 而且呢 是值得非常观察的 比如说是英系 还有一个是苏系 有没有看到 苏系也并不属于你大信赖联盟 所以这点 其实充分地显示出 在这次全代会里面 大家仍然是耳鱼我炸 最后我要讲一下 就是我看到赖清德在全代会高喊说 民进党要团结团结再团结 这个我们国民党是非常有经验的 因为当你要高喊 团结团结再团结的时候 通常都不是那么团结的时候 才要高喊口号 是 杨明你怎么看 首先我要奉劝我们的坚哥 不要叫自己是坚戏 不好听 坚戏不好听 只有你想得到 就像比如说你说 像陈廷飞 有人把它叫飞戏 也不好听 非死不可 那个飞戏不好听 都讲可以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那当然这一次民进党派系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这十席叫做票选中常委 在民进党的权力结构 除了这十席之外 还有七席的当然中常委 来我算给大家看 现在七席哪七席 赖清德一席 这一席我们就把它放旁边 剩下还有六席 三席 两席 直辖市长 陈其迈 黄伟哲 再来县市长共推翁张良 来注意喔 这三席哪一个是赖清德的人 都不是 都是小英的 陈其迈是英系 是 黄伟哲至少他不是赖清德 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 有学生问赖清德说 台南的什么光电币案很多 然后这时候赖清德说 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我们黄伟哲在民进党内 是哪一个团体 推他出来党 跟赖清德不一样的啦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赖清德是把黄伟哲 推到旁边去喔 然后再来 这个翁张 英系 陈其迈 英系 黄伟哲不是他们 所以三个县市长都不是 党团 柯总召算他的 柯总召都是主席说了算 吴思瑶 赖清德的 庄瑞雄 英系 所以这时候来麻烦来了 六席当然中常委 四席不是你赖的 两席的差距 刚好跟票选颠倒 所以是平手 同登同分耶 所以这就是他们 为什么难看的原因 为什么选出来这个结果 这个高层会很难看 因为最后 在这个中常会的结构里面 赖清德都要扮演那个 关键角色 如果有什么事情 要搞到表决 很抱歉 党内的破口就在这边 大家要问了 那赖总统的反贪大刀 一挥下去下一个要挥向谁呢 观众朋友 郑文财才被收押没几天 你现在看到这个人是他的子弟兵 桃园市议员张兆良也出事了 跪去的黄军 现在因为官说违见 实在说大不大 结果他得面临牢狱之灾 放手速摊 是不是也顺便清理派系呢 再来看到 蓝颖你不要心灾乐祸 同一个时间 天坑连发的新竹县 县长杨文科 官商勾结 也被起诉了 哇 所以这一刀出去的话 该瑟瑟发抖的是一大群人 好 今天刚才有报信的观众朋友 听了吓一跳 会以为开玩笑 怎么会有议员 针对于违见跑去关键以后 变成官说 现在目前我们录影的时候 还在深压当中 对不对 实际上压起来 你如果是桃园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听过这个人 为什么 他叫张兆良 他可能没有全国的知名度 可是桃园人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是之前桃园市长 郑文灿的子弟兵 直接重点栽培的是议员 而且在龙潭 他是唯一的最高票 比国民党另外三个议员的票都还高 而且选议员都还可以 你看看 还有没有 还有这个 他当然后来也选过一次立委 谁发展台 对嘛 蔡英文都来了 蔡英文怎么来的 因为大哥在这 因为他差了 所以连结起来 就是说他是蔡英文总统 他所支持的 郑文灿 所支持的张兆良 所以在地方 他是构立的民进党议员 结果因为 官收违建 现在目前要升压了 观众朋友 议员所谓违建案 常常接到陈琴 你可以去问 博弈也在现场 但是问题是 今天有人来跟我讲 说有这个违建案 比如说我是既定违建 我有顶家 怎么样的时候 议员去关 其实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这叫选民服务 如果有人要被拆了以后 你跟我陈琴 我就跟公务单位 跟建管处 开个协调会 不会有事 不会有事 那怎么搞到要被关起来了 因为第一个 他是A零类 他是应该急报急拆 而且他是一个要改成 是这个便利超商的店 在做的过程当中 本来要拆掉了以后 他跑去 叫这个桃园的 这个龙潭的 这个区公所 刀下留人 那我跟你讲 因为现在没有细节 可不可以大胆跟观众表达 也许有查到既流 也许是贪污自卫条例的 所以他就面对 跟郑文灿一样的状况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个张兆良 因为他跟郑文灿做连结了以后 他就担好 赖清德就抬抬抬 对不对 郑文灿我要把你抬 郑文灿的执政兵我也要抬 那你看你 结果跳出一个杨文科 担好 杨文科难道 也是挡住郑文灿 2028的重要总统参选人吗 对啊 跟蓝颖 他是蓝颖的人啊 所以嘛 所以其实有了张兆良 在来了杨文科以后 其实赖清德 他现在目前 可以说是放开检掉 全台查的那一个 清遇反而会回来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这民调发现说 年轻人喜欢赖清德的比例增加了 对 年轻人基本上 一进到社会 就是讨厌这些东西嘛 官说啊 涉贪啊 拿钱啊都不行嘛 所以赖清德变赖清天的概念 好 现在问题就这样 就是他赖清德的清 清查树摊 得年轻票嘛 那所以你要知道了 现在问题是 当陶营也有的时候 新竹现在传出来 你就很难说 赖清德还有目前 赖清德当总统 知下的检调是政治办案 因为他显然蓝绿州查嘛 我今天不是周查 如果你只有查阳文科 对 然后724马上高红安 你记得都没事 你就对不蓝白 你就又有绿 又有蓝 等一下之后 可能还有白的冲 大家的夫妇也尊不成 那简单讲 观众朋友 阳文科现场在新竹地方 是颇受支持 而且连续连任的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 我先不要讲阳文科 我先讲这个风采520 因为这个我们节目都有谈过 你的工地旁边外面 突然有车停在那边 就整个坍塌下来了 表示工地的品质不好嘛 那如果你住新竹 你就会知道 我们只是看到一次两次 这个叫风采520 结果工地是一路塌 这个风采520 它曾经里里外外 工地本身有塌塌 工地外面路也有塌塌 它的巴士 天坑塌不断 你怎么可能一个工地 不断塌的巴士 那你塌的巴士 你现在不做什么 结果现在警察局查 发现说 包含当时的公务处长 还有这个县长 都透过随后的电话 好像就几度的都在包庇 这个风衣建设 它的风采520 所以现在阳文科 也要被送办了 那你要知道 一路这样下以后 大家回头再看 阳文科现在也被传出说 你在当县长期间的时候 虽然很多的县民支持你 可是有一些县正的瑕疵 现在看起来斑斑可考 包含了工地 没有没有包庇工地 现在简单要查了嘛 看来大麻烦了 再来要被起诉了 那再来2023年的时候 竹北有一个瓦斯气泡案 有一个16岁年轻人 因为瓦斯气泡嘛 整个身体都皮肤剥落 就搞到半天 救护车都一直不来 你们看到画面 我们把马赛克起来 我看到没有 左边那个就是 对于全身都被那个气泡 给灼伤了嘛 两肺都烧得都掉下了 大家很紧张 等不到救护车 那这个是罗斯汀送动了 那么好死不死 当时阳文科 人在日本聚三颗球 打高尔夫球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现场没有顾好 宪明的基本安全 蓝的打绿的打 再来高霍安 如果真的被起诉 判有罪的话 哇 蓝绿白 只要打摊 射摊 通杀的情况之下 现在一箭三雕 一箭双雕都很厉害了 还有一箭七雕 他的倚天剑怎么这么厉害 好 大家现在看到 因为赖金德总统在 那个郑文燦事件 发生的第一天下午 去一个告别室 我也不太清楚 那个行程是什么 旁边站的林郡县 他就跑出来跟大家讲说 不得不然 有没有 那天他就讲 他要打炸 他要树摊 他要扫黑 可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基本上 只能看到树摊 打炸现在还是有很多诈骗 你扫黑 你台南的开枪人 都还没找到 我们等着看他结果 所以现在目前 只有树摊而已 但是问题是树摊 打炸跟树摊 如果一路做到底的话 那台南要不要好好处理呢 台南从卢渣88枪 到这次的林事件 又黑又金 而且有一天问题 那你都已经回到台南 跟大家讲 起床站起来 立委站起来 大家都站起来 卡住这边都知道 那你就要好好办台南 给大家看 那如果办得好 而且办下去的话 那么他的子弟兵 林郡县选 2026市长 看起来就越来越下了 那这个事情就相对复杂了 观众朋友 我直接给大家看 林郡县 因为昨天已经开始起跑了 大家都一直想说 他是不是要选 你不用怀疑了 他就是要选 可是他要选的事情 两个是 第一个 连结他是赖清德的子弟兵 第二个 那他的民调 能够赢过陈廷飞吗 不能赢的话 你知道吗 要冲黑的吗 直接就没收初选 有主席征召吗 那因为 来观众朋友 我提一个点 因为2019年的时候 总统是蔡英文 他要连任的时候 有人挑战他 谁挑战他 赖清德 赖清德为什么挑战他 他讲说我们比民调 比民调 我们要初选 那你要挑战蔡英文 都是要初选 你可以没收地方的初选 直接征召 林郡县不要给陈廷飞选吗 不就双标了吗 除非到时候陈廷飞 根本没资格选 或者是陈廷飞 民调输给林郡县 对不对 那观众朋友 就是论事 因为还有两年 现在目前最新的民调 因为他不会每天做 离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 最近的民调 我放给大家看 陈廷飞在台南的 支持度是41.6 这样跟你注意看这个数字 他一个人41.6 林郡县才18.3 报案就不够了 对半坎都还不到 对啊 还有一个皇帝宇 更低 16 那两个加起来 还不到一个陈廷飞 那照这样讲的话 你根本就没希望了嘛 但是问题是我刚刚讲了 还有两年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赛立法院会跑来 反正比赛跑的郭国文 也是新潮流的 郭国文当了台南市长部的书委 所以呢 很简单 我们就这样解读好了 林郡县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早开始起跑 第一个开始起跑 其实他像台北啊 像高雄都没有 因为他知道他跟陈廷飞的民调 有一段差距 他必须让台南市民 不要靠听说 不要你去猜 我就是要选台南市长 而且我开始起跑 陈廷飞因为之前八年前 跟黄伟哲曾经选过 所以他六个 台南有六个选区 都有他的这个后援会 林郡县没有 所以他现在开始动起来 只要他民调到时候 能够接近陈廷飞 那么再有主席赖清德的事实之下 林郡县才有机会赢过陈廷飞 选2026的台南市长 是 董哥你怎么看 赖总统的以天见 以肃贪之名 斩 斩 斩 赖清德这一生 最讨厌的人就叫陈廷飞 他不会讨厌国民党谁谁谁 就是这个 那为什么这么痛恨 因为其来有志 过去他当市长 他认为他在背壳 然后到他要上一届 的议长选举 他支持邱莉莉 结果陈廷飞的妹妹 带着六席的 政国为台南市议员跑票 结果让郭信良险上 他觉得这些薪酬就恨 你根本就是来这一套嘛 所以他非常痛恨他 他们在同时在地方出现喔 赖清德眼睛是不看他的 把他看作隐形人啊 那当然大家也很清楚 黄伟哲那时候六年前要选举的时候 陈廷飞也要选 赖清德那时候因为他在行政院了嘛 他已经先去了 那他那时候的想法是怎么样 如果现在就挺林俊仙 他只递兵 林俊仙才刚当选立委不行嘛 还没大支啦 对才一年多就要去选 所以他姑且就说我就支持黄伟哲 黄伟哲没什么大拍戏 又比较听话 你先帮我看索巴莲 我迟早要给林俊仙 所以这一次的台南市长选举 他当然想方设瓦 要让林俊仙当选 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我要防堵陈廷飞 大家也知道陈廷飞 在地方上经营非常久 那赖清德他有这样的决心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南这几年 因为地方的情况变化很大 两天前才出兵那个叫林世杰 他是拜光宫的 他拜那个光宫 他那个会叫做汉中会 我终于汉朝叫汉中会 陈廷飞是演马祖的 马祖的我也要砍你 关公马祖都是中国 大斗法 都是中国来的 各位可以看到赖清德 当然这是不其而异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赖清德他一定会部署 而且会非常不中立的去支持林俊仙 因为他干党主席最大的工作 要让自己的子弟兵 尤其自己的政治的这个荣兴之地 一定要把他守护好嘛 所以这一战当然对陈廷飞来讲 他很有苦战 为什么 因为地方他的这些五党级朋友很多 他经营也比林俊仙扎实 而且长久 但是因为赖清德既然伸了这个手的话 变成他很难 为什么 因为他连政国会的 那个都保不住了 都被政国会给开除了 对不对 那政国会这当然是一个表态啊 如果陈廷飞真的当前台南市长 政国会马上奉他为掌门人 我告诉你 好 后期你怎么看 我先看说司法上面的办案 我没有那么特别觉得说赖清德去 特别的指示说 谁要办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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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观察的重点 因为我们在看司法办案 你一定要看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是检察总长 另外一个是各地的检察长 那你去观察那个各地的检察长 他们的性格如何 会决定他们的出手有多重 那因为现在桃园的这个检察 地检署的这个检察长 余秀端是很有名的田娘子 其实从他派到桃园 就已经确定了 桃园当年吃香喝辣 然后呢毫不忌讳的人 小心点 因为余秀端出手 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压力的 那只要在背后的检察总长 不要突然之间把它换掉 那桃园当初以为郑文燦 可以造得住的人 我认为现在都在检察一旦 所以呢桃园的状况 要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可是他起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 那示范是什么 各地一定都跃跃欲试 就想说桃园都能够这样办 郑文燦都能够这样办 那我所在的地方 如果我不这样办的话 我以后的升官还有没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说 我去各地指示 因为要各地指示 新消息早就出来了 而是他借由一两个事件 然后不得不然啊 这些话语 就能够让整个事情各地开花 反正你要知道 赖清德本来就是姑娘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子弟兵 他的子弟兵 陈凯玲啊 陈宗燕啊 出世了 也已经杀得差不多了 所以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忌讳 没有任何的忌惮 出手就出手 但是台南的状况恐怕是最特别的 所以关键来了 陈廷飞现在支持度非常的高 而且他扎根时间太长了 他跟他在政治上面的合作伙伴 前议长郭信良 他们在地方上面的扎根都很深 但是去年底 郭信良已经因为贪污罪 然后被起诉了 所以他现在面对的是司法官司 那如果今天司法官司可以办到郭信良 会不会有司法官司 也有可能会办到陈廷飞呢 我们不知道 天下打乱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从他政国会开始先开启 政国会已经不再成为陈廷飞的 那个庇护的场所 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派系 敢去收留陈廷飞 他现在在台南 那是生死存亡的孤军作战 但问题是司法案件 会不会烧到 我们不知道 因为至少已经烧到了郭信良 那烧到了郭信良 还会烧到哪些人 那烧到那一些人之后 在未来两年变化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按照赖清德的那种固执的性格 我认为陈廷飞 最近脸色真的很辛苦 很难看 在台南还有另外一个风暴 怎么都在最近接二连三的发生 这个人就是谁 陈廷飞 有意问鼎下一届台南市长的 最强最有力的人选之一 为什么他被郑国会除名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被郑国会给除名下去了 因为陈廷飞想要角逐党内的 中指委跟中常委的角色 为什么他要角逐这个角色 因为坦白讲 他担心初选被没收 他如果担心 他说担心说 如果他没有这些角色的话 会不会 明年民进党要提名 这个台南市长人选的时候 不会提陈廷飞 我直接用提名征照的方式 我不用透过初选 我直接提名 可能我指定像林俊仙 或是指名像王定宇 我直接略过陈廷飞 有没有可能 所以陈廷飞很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陈廷飞这时候才希望说 我来参选党内的中指委 跟中常委的角色 希望能够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 问题是现在回过头来看 包括台南的林世杰被枪杀 再加上郑文灘测摊 这些事业种种 会不会牵动绿云在在地的版图变化 大家要仔细地看 三件独立相关的新闻 背后的意义要怎么解读 明玄 所以我们看到 当全台湾今天本来一早都还在思索 哇 英系的大阿哥 郑文灿 也有人敢动他 查币查到了大阿哥 那后面谁该瑟瑟发抖 还没掺透 砰砰砰砰砰 这一起枪响把我们吓傻了 林世杰居然没命了 就在家门口 如果再加上 郑国会把陈廷飞给踢出 运作了将近20年的相关的组织 你来看看 怎么在民进党事情这么多 背后这个局势要怎么解读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民进党 党内是非常非常的不平静 其实整个在南部地区 除了在台南 在高雄的部分 其实在新潮流跟泳砰会 一直以来就是他们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势力的地方 可是可是大家记得 去年在选立委的时候 有一位赵天霖 他马上在两三天内 立刻就被搞掉 让整个民进党泳砰会 在高雄痛失了一位 可以跟新潮流 可以去竞争市场初选的人选 所以台南既然发生了 陈廷妹的这个事情 那接下来高雄会是谁呢 媒体追着赖总统跑 都希望在他的自理行间去解读 关于打炸 关于黑金 关于速摊的密码 在这个现场赖总统 他说带头打击枪毒炸 带头扫黑金 凡此种种 难道一切是暗指郑文灿吗 总统只是一抹神秘的微笑 再过几天 721民进党全代会 仿佛决战光明顶 在这个前夕 陶简收押了郑文灿 大家都在问 谁会是下一个 赖总统如果要清场 下一个党内会轮到谁 谢龙介却为另外一个人捏了一把冷汗 2024的几万修 几万修侵隆 这个人恐怕凶多吉少 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都人心惶惶 揣揣不安 特别是民进党内 不过假设721这个全代会是决战光明顶 这个最大派系最大门派是谁 不用决战大家已经知道 就是信赖大联盟 其实现在赖清德所掌握的 这个721全代会的中常会 未来的结构当中 有五席以上都是他可以掌控的 信赖 那这个就代表已经过半了 就是未来中常会假设要 就算就算就算 没办法用共识诀 要用表决的话 赖清德也是完全的可以掌控 所以现在赖清德所布出来的政治的局势 就是所谓的党政一把抓 我权力绝对至高无上 没有人敢挑战 大家看看郑文灿的下场 看看郑文灿 想想你要造反吗 我觉得赖清德这一波最重要的 就是在党内立威这件事情 他已经做到了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政治人物 在郑文灿被收押之后 每个人只能附送赖清德所说的 无网无纵 我们相信司法 司法会给大家答案 这不就告诉大家说 大家认为司法正在侦办郑文灿 用最高规格的收押手段 是合理的吗 当民进党会把司法侦办 不用司法迫害这个角度 去诠释跟定义的时候 就代表大家都站在 赖清德的这一边 我们通通支持司法 用力地办郑文灿 有多少罪名办到哪里 绝对没有互航互短 我觉得赖清德最重要的事情 是在党内立威了 人人都闭嘴了 没有人敢造反了 好 今天回答两件事情 秀玲刚刚提到的就是 党内大家点头如捣算 就是误网误纵 等一下我们带你来看到 下一个该谁倒霉 不过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回过头来看到 度过第一个炎热周末的郑文灿 现在大家在想 他到底哪一件事情惹祸上身 让赖总统这么快地对他出手 难道成也正通人和 败也正通人和吗 我觉得郑文灿在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当中 是相当特殊的一种路线 他走的路线都跟大家不一样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蔡英文执政的这八年里头 就是最红 最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治人物 都是那种高喊抗中宝台 抗中宝台 我们要站在这一个挺台湾的第一线 台湾价值最高的那些郑文灿 的政治人物 但郑文灿不是走这个路线 他是蓝绿通吃正通人和 也就是说他是走地方基层 慢慢经营的这个路线 这个是传统民进党政治人物 比较不会的 大家都会在媒体前曝光 然后只要冲到最前面 当从舟的那个人 就会得到最高票 得到最多的支持 但郑文灿不是这个路线 但是这个路线 有用没有用 你要丢到选举当中 你就知道 因为民党过去 从在野党党外开始 一直以来 他一直有一个天险 没办法破 就是40%的这个天险 他就是一直的基本盘 就在这里 他没有办法突破 因为中间选民 对于民进党的执政路线 还是都会多少有所疑虑 不是有时候 在街头要暴力打架 有的时候呢 就是要喊台独 让这个老共 感觉好像有军事威胁 就这两件事情 其实让中间选民 是有一点点 对民进党的执政 有所质疑的 那这件事情呢 在像郑文燦这样子的 一个路线经营方式 他的所谓的爱台湾 台湾价值 不会被质疑 他是传统 非常传统 学运出身的 民进党政治人物 虽然台湾价值这部分 没有问题 但是他在政治的谋略上面 又跟传统 民进党政治人物不一样 他多了 会去经营 蓝绿的地方基层 那一个指标就是 在这一个寒流 2018年的寒流的 这一个状况之下呢 只有郑文燦亲戚过关 他的桃园 感觉像是蓝大于绿的盘 但他却亲戚过关了 代表 他这种基层经营的方式 是有票的 那这种票 是赖清德拿不到的票 那万一 如果他有造反之心的话 那绝对会是赖清德的威胁 因为你有我没有的优势 都是你行政权可以决定的 那我在你这个蓝营 在野党的这一个民意代表 有需求的时候 我就支持你一下 那你的选民 就给你拍拍手 那你当然会 勇拳以暴 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 一个经营人脉的方式 他经营到连桃园市议会的议长 邱义胜 都对他这个感觉 像麻吉麻吉的兄弟 这就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即便国民党在桃园市 有提名的候选人陈学胜 但是他跟郑文燦宣举的时候 没想到 这一个邱义胜跟郑文燦 一同现身的画面才让他觉得 邱义胜到底是国民党籍 还是民进党籍 他才会大吃一惊 那郑文燦当然最有名的 还有一个故事啊 就是说 不管是蓝绿的这个里长啊 这个民众啊 他只要认识知道的 比如说他会到里长家里头 去唱生日快乐歌 在大清早 跑到一个里长家里头去 他在他生日的那一天大清早 叮咚叮咚 早上七点多 结果郑文燦来了 送了一个蛋糕 然后在那边高唱 生日快乐歌 祝他生日快乐 你觉得像这样的经营方式 不管你是蓝 还是绿 还是什么颜色的 你不会觉得这个人 是太甘心的 那个选举的时候 该投他一票吗 好 许婷 我们看一个时间 7月21号的民进党全代会 有人说 在全代会之前 收押郑文燦的动作 又快又准 是在整个战场上 通通要纳归为赖系吗 但是你说 你看到其实 2026的桃园市长选举 腥风血雨 震破在眉睫啊 这个全代会的部分 因为他们第一个 要先选出党代表 然后党代表 选出中指委 然后中指委 再选出中常委 那当然在派系的布局上面 他们都会算 都会算自己 大概可以掌握多少席次 派系之间 彼此合纵联合 对于民进党冲击最大的是 本来以郑文燦为首的 所谓的桃园队 未来应该要何去何从 要如何发展 因为我们目前在桃园地方的观察 本来这个 一直跟着郑文燦上来的 这些议员也好 或者是地方投人也好 本来都非常嚣张把扶的 这几天明显的乖了很多 因为这个老大不见了嘛 而且还是在一个收费的丑闻底下 很狼狈的入狱 所以对民进党的打击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 2026未来他的人 未来的这个选战布局 我认为是雪上加霜 我至于想雪上加霜的原因是 第一个 在郑文燦没有被收押的情况之下 他在2026要找出适合的选将 本身就很困难 因为第一个他接班失败 第二个就是在立委的选举的时候 被国民党全壘打 那他未来要寻找人才 本来就已经陷入 清皇不戒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加上民进党 在桃园最具有实力的大阿葛 郑文燦又阴暗入狱 连形象都受到重挫 所以我认为这一件事情 对于民进党在2026的人才布局上 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障碍 理论上来讲 这个撇开各自的党派立场来讲 于民进党的政治发展的角度出发 郑云鹏其实是对党有功的 因为他在2022年的时候 临危受命 收烂摊子 那过去一段时间 他在立法院担任的是党团干事长 是党团三长的角色 在政治上 他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这是我当初选举参选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以他这样的风格 他应该有一席民进党的 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但他不分区也没有拿到 那后来当然选举我们两个对决 这我有幸过关 我们也认为说 他应该要在新内阁里面 是才是所有个好位置 但到现在为止没有 这个就不晓得 是因为民进党内部派系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他没有在第一波的人事名单上面 但我觉得以他的习惯 跟他过去的从政风格 即便他在新内阁有位置 他要再回到桃源政坛的机会 我想也是相对没有这么高的 最后秀琳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放眼民进党内 放眼民进党外 下一个会被动到的可能会是谁 大家都在说 这个要看陈廷飞长眼不长眼 因为陈廷飞现在呢 积极到想要争取台南市的提名 他想选台南市市长 但是眼看着大家都知道 郑文燦的子弟兵叫做林俊宪 那林俊宪也这么积极的要选台南市市长 那陈廷飞现在是没有要让 我不让 我不让动作大到就是说 我还要自己去选中常委 因为未来中常委决定提名人是谁的时候 我至少要求游戏规则要平等嘛 其实呢 他是想要让跟赖清德喊话 就是说赖清德 你当时在争取2024的提名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接党主席 同样的心态啊 我陈廷飞跟你一样啊 你当年为什么要接党主席 你就是怕提名过程 有人把你做掉嘛 那我现在也是啊 我为什么要进中常会 我就是希望这个游戏规则 能够至少公平 在我的眼前进行 不要就这样把我做掉嘛 陈廷飞当然是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情绪啦 而且他会觉得 这是他唯一的活路 如果他没有办法 挤进中常会的话 那他应该 可能在这一场提名战当中 就未战已经先败了 他现在根本已经 从台湾妈祖 变成苦海女神龙了 那即便他这么大的动作 郑国会 因为要向赖清德投诚 还开除了他的 这一个派系的 这个叫戏级嘛 对 就说郑国会还跟他切割 所以呢 如果陈廷飞持续不听话 持续冲撞的话 我觉得他还蛮危险的 哇 陈廷飞要注意了 还有谁蛮危险的 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南霸天除了黄韦哲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谁 陈其迈 陈其迈最近民调都很高 不管做什么事情 民调在南部 几乎都是通通第一名 大家也很好奇 陈其迈会不会变成 赖清德下一刀 灰相的对象 在党内 因为你知道最近陈其迈 那时候因为郑文山 案子出来的时候 他不是跟着附和说 也谈说尊重司法 误网误众吗 那陈其迈最近 上一个节目 他也谈到了这个赖清德 他还算是怎么说 要向赖清德来做取经 来高雄称南台湾的竞争力 哇 这句话听起来 如果你是赖清德的话 你会怎么想 很感兴 我一定很爽很甘心 对 连陈其迈都肯定我赖清德了 所以大家会说 陈其迈这一阵子是不是在书成 因为我们知道陈其迈 他也是英系的大将之一 那这一道挥下去的时候 很多英系的 最近在蔡总统的脸书上 就不是这么活跃 甚至有点保持距离的感觉 那陈其迈他又是难霸天 所以他说 如果这道挥下去的话 陈其迈很有可能会被挥到 所以你看到陈其迈 他做的也聪明 在第一个郑文山的案子 他先讲误网误众 再来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肯定赖清德的一些执政经验 来借进高雄 来给高雄之鬼借进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陈其迈是非常尊赖的 他非常尊敬赖清德 他也希望可能 希望这把火不要收到他身上 他秉持一个什么 老二哲学 就是说我今天做得再好 但是我不要忘记 现在民进党当家的是赖清德 不是我陈其迈 所以他保持这个老二哲学 但在问题的时候回到哪 回到接下来高雄的接班人会是谁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高雄接班人点名很多 有点名这个林黛化之一 也很有意愿 许志杰也磨刀户惑 甚至我这两天回高雄 我看到满街都是赖瑞隆的看板 他还跨区在挂看板 可是大家有关注到一件事情 最近陈水扁访问了邱毅 这个动作让我觉得 非常的有点意外 因为阿扁 我觉得赖清德在怎么动 但他不敢动阿扁 那为什么阿扁 这时候要专访邱毅 大家不觉得很好奇吗 邱毅毅明明可以透过 这么多管道来发声 说我要选高雄市长 我有意争取 可是他为什么透过陈水扁 来帮他发声 那陈水扁的三不时 这一个礼拜 猛巴发文章说 他是一匹黑马 那大家去看 陈其迈的回答也很有意思 即便过去大家点名 包括像林黛化 或是许志杰 或是赖瑞隆来参选高雄市长 陈其迈都说尊重党内初选机制 可是被问到邱毅毅的时候 他说只要能够为民服务 都是豪马 这个回答就有分层次上的不一样 那是不是陈其迈不敢讲的话 藉由陈水扁的话语权 把邱毅毅这个人选给点出来 我觉得这得蛮耐人寻味的 会不会有这样点名接班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 再怎么样 赖清德绝对不敢动陈水扁 毕竟他第一个他是前总统 而且坦白讲 陈水扁过去被人讲说台独 台独这个知子 现在赖清德台独精神 所以某方面来说 他们资源上 也有些相同的一些资源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高雄这一局 或多或少也可以反映出 目前民进党内的一些拍戏角力 就是说现在不管怎么样 没有人敢出头 郑文燦这一道会下去的时候 党内开始没有人敢出头 那会不会藉由其他的力量 来帮忙发声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点 再来党外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柯文哲会被针对 很简单嘛 柯文哲身上谁的票员最多 年轻的票员最多 那对民进党来说 如果赖清德要撕掉 少数总统标签的话 2028年最好就回到蓝绿对决 对蓝绿对决的话 第一个台湾现在政治版图不得不说 的确是绿大于蓝 那如果柯文哲的票员 对赖清德来说 我觉得民进党的评估 他是可以游移的票 我今天打国民党没有意思啊 国民党我再怎么打 这些支持者也不会来投民进党 可是打民众党就不一样了 我打民众党之后呢 他的票可能会一分为二 即便一分为二 民进党还是占多数 占优势 那变成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如果赢的话 他还是少数总统 他就不是少数总统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有他可以拿回来的票 再来柯文哲的角色会造成民进党 有可能会输掉2028这一局 所以再怎么样 民进党都会针对柯文哲 我觉得结局就是这样子 升还是变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点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词曲 恭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